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介紹LX100 II 那這是去年新出來的新機器LX100之後 那他在某些部分他有做一些優化 比如說他現在已經有觸控螢幕 他已經可以做觸控螢幕 那他在一些拍攝影片的部分 拍攝照片的部分都有做一些增強的效果 那他一直以來他在做手機連線的時候 都有一個很好的控制方式 所以說我們可以不藉由穩定器去做 跟他去做連線 我們單一的用手機就可以去跟他做一個相互的對應 Run in Run out 開始錄影 結束錄影 或者是拍照的功能 在這邊的話他也可以去控制到說 ISO可控 ISO可控 然後白平衡可調 白平衡可調 在這個部分他都可以去做到一個很方便的控制 那在這個部分我們再稍微介紹一下 他裡面一樣 LX100的話 他可以做到 4K 4K30格 4K30格 4K20格 3K20格 1080 VHD30格 VHD60格 30格 1280 720 30格 在這個部分他都可以去做調整 那至於照片的部分其實 因為我們都是用LX100來錄影去多 其他照片這次的話 他也是有強調說 他的畫質真的有變得比較 比較比第一代來的強 那他的光圈的部分呢 他是可以在這邊去做調整 那光圈是可以在這邊去做調整的 然後他的 快門可以在這邊做調整 EVK在這邊做調整 所以說他其實的內設定來講的話 其他的 這些設定都是用波輪去做控制 所以說你會很好處理 那他在這邊呢 有一個 對焦 對焦模式 對焦方式是在這邊 這件現在是自動對焦 然後 微距 然後手動 那他在微距的部分的表現其實還蠻強的 他在微距的表現我們可以 再看一下他的對焦的方式 對焦的 距離 大家 會比較想知道他對焦距 你看我在這邊的時候 我只要清暗快門 那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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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一樣 然後後面的閃景 我們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他的後面的閃景 他的閃景非常的漂亮 他的閃景非常漂亮 所以他其實他搭在鏡頭 也還不錯 所以說 我們 之前會想要買這台的話 其實 像有些攝影人 像要這個也可以當他你的水手機 是非常好使用的 因為你不用去多 添購鏡頭 他的鏡頭 其實也就夠了 那他 光學變焦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他在變焦的部分 這邊有 這邊有距離表 這邊有 我們在這邊的時候 他在白線端 屬於光學 光學空間 然後 到 這邊的話就走 光學數位搭配部分 那他還可以擴展 那通常來講的話 我們都會盡量用到 在光學內的部分 如果說你還可以要再去增加的話 他在 150的距離也是還OK 我們來看一下 他整體的畫面 來我們看一下 對焦 這邊就可以看到 那我如果把他推回去 我看一下他的距離 OK 然後 其實他整體表現的方式還不錯 今天我們大致上就跟各位介紹一下 G6 Plus 搭配LX100 的部分 那之後我們還會去做一些實際的測試 來影片會給大家看 謝謝大家 再見